你跟她什么关系 我跟倩倩是男女朋友关系 男女朋友关系 那你刚才干嘛不牵着她的手过来 啥意思你们俩 你知道今天来干嘛吗 我今天来 其实我是不想让小雨 还有倩倩 因为我 都是因为我 我其实就想问一句 你到底是喜欢我还喜欢小雨 当一个女生笑着问自己的男友说 你喜欢我还是别人的时候 这个笑容里面有多大的干涩 笑得挺可怜 我 我虽然平时比较没心没肺的 但是 我喜欢一个人也是在很认真很用心地在喜欢一个人 所以我就想知道我和我的朋友你到底喜欢谁 如果你喜欢他 那我愿意退出 我也愿意祝福你吗 对不起 我明白了 对不起什么 你说说说清楚什么事 其实 我是 我是先跟小雨认识的 然后 每次我约 小雨一起出来吃饭 小雨都带着倩倩 有一次吃饭 我们刚点完菜 小雨就说她有事先走了 其实我挺生气的那次 因为 我觉得她是喜欢我的 我也喜欢她 她干嘛 要这么做 那天晚上我就问贱贱 她是不是喜欢我 然后她说她喜欢我 我说那 那咱们俩就在一块吧 那你怎么问得出口呢 你又不喜欢人家 干嘛问别人喜欢自己干什么呢 我确实是想知道一下 我如果我跟你好 小雨她会不会 做什么表现 她是不是真的喜欢我 我觉得 拿一个女生的感情 这样去戏弄 实在太过分了 关键还是她的好朋友吗 对啊 而且你拿一女孩当备胎 已经够可恨了 更可恨的是 拿这女孩当侍旨 我觉得年轻人 就这样游戏感情吗 你不觉得这样很自私 不是很残酷吗 其实她不仅仅是市值 因为她也说了 她也很好 她想享受其人之福啊 所以我要说 天下的父母 真要好好把自己的孩子教育好 把自己的孩子教育 有情有义 做人要负点责任 知道什么是礼仪廉耻 话说的虽然重 但用在你身上 一点都不重 今天要是不把这事 给说重了 你根本不知道 你做的这个事 到底有多难看 我相信她也许也不是有意的 只是我当时 我太主动了 她可能 不知道怎么去 我理解你这样说话 因为你还爱着她 但你也要分清是非吗 接下来你自个儿跟她说 好吗 来来来来来 你站这儿来 你站这儿来 你可以接受 你可以不接受 接下来是薄贤的告白时间 倩倩对不起 其实我不是有心要骗你的 其实我一开始就挺喜欢小雨的 我也觉得她是喜欢我的 但是我真的不明白 她怎么能帮助你一起追我呢 所以我当时也挺生气的 也是堵着点气 就跟你在一块儿了 对不起 倩倩伤害到你了 我不是诚心的 对不起 请你原谅我 倩倩 我们分手吧 我 我今天来这里 就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我之前 也猜到了 所以 我要到一个答案 我很满足 我们分手吧 最后分别的一共跑 好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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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老师 小语今天来现场了吗 既然 他都已经承认 他喜欢小语了 就 我希望小语能够来现场 我们把话说开 我不希望因为这些事情 我和他连好朋友都做不了了 虽然说男生是关键人物 但其实养语真正的态度 决定着他们之间的友情 是否还能够维持下去 今天咱们要做的就是 把一切虚伪和沉默打破 把实话说出来 结果呢 该怎样就怎样 做得了朋友就做 做不了朋友就各奔东西 但是记住 尊重别人也尊重自己 可以吧 可以 可以做到吧 不要再憋着了啊 越憋越出大事 来 杨宇站那 郭贤站这 今天要告白的是 倩倩 倩倩站中间 记住我说的话啊 坎城相待 接下来是倩倩的告白时间 小宇 其实 真的让我能够有勇气站在这儿的 还是因为你 因为 我觉得 你 会 把 之前的 感情里都隐藏起来 你是因为 顾及我的感受 所以我总觉得 我也有错 明明是你先认识他的 然后 我却 我却没有注意到你 那时候有不开心 有难够 你的情绪可能不对 我就每天就傻乎乎的回来 还跟你说 我今天去哪约会了 我今天吃了什么东西 我觉得我那时候特别 特别蠢 其实 你有什么 你真的可以跟我说 你也知道 我这人 平常出门在外 常见别人不说清楚了 我就什么都不知道 然后我也不明白 别人的言下之意 倩倩 其实 其实是我不好 你跟我说 你说你喜欢他的时候 我是打心理 希望你们俩在一起 我只是 我只是不知道 就是 会变成这样子 我就 对不起 倩倩 我知道 我真的 我都知道 我也相信你 我 我刚来北京 我也想要不说 我闹人 我还不想要 我闹人 你打算 我还不说 我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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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知道 我闹人 就知道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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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勇气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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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倩倩应该也不会太在意吧 那是你的理想化 倩倩不会太在意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